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边的事情算是安排好了 洛哥和沙姐他们也准备回北欧去 在临行前小神父选择跟在洛哥的身边 这让炮灶王非常的不爽 毕竟真女人经常见 抢男人还是头一次 而在北欧沙姐的领地里 搞起了一个反洛哥联盟 那些曾经被洛哥对付过的家族余孽 联合了起来 好的 开始我们今天的故事咯 《维京传奇》第三季的第五集 故事开始 洛哥带着维京人的大部队 准备回北欧领地 在路上洛哥询问小神父 关于巴黎的事情 小神父说 巴黎简直不要太繁华 那你的修道院太壮观了 让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那你美女如云 毕竟自己现在已经打破禁欲的誓言了 洛哥告诉小神父 其实吧 如果不是自己有孩子 自己就会留在英格兰 真羡慕小神父 小神父则说 至少洛哥有孩子 两人这边聊得欢快 另搜船上的弗洛基就非常的不爽 你看看 他们俩聊得那么开心 都快抱在一起了 真恶心 很快船队就到家了 与以往的甲岛欢迎不一样 这次洛哥的队伍很狼狈 由于上次战斗 很多人受伤 加上长时间的海上航行 导致整个队伍的人员 损失情况比较严重 神剑手的妻子 从沙姐这里得知了 神剑手战死的消息 亚斯拉奇 把希吉死的消息 告诉给了阿罗 为了救乌伯他们 希吉掉进了冰冻的湖里 尸体现在还没有找到 阿罗很自责 这都怪自己 没有好好地对待他 都说女人的直觉很准 但洛哥的直觉也很准 洛哥责问亚斯拉奇 为什么是希吉照顾几个孩子 当时他去了什么地方 海尔格试图给亚斯拉奇打掩护 被洛哥怼了回去 当然现在洛哥还不知道 亚斯拉奇出轨的事情 亚斯拉奇没有傻到自己说出来 在敷衍了洛哥之后 亚斯拉奇就去看了福恩 福恩对于自己被毁容很愤怒 感觉他的样子有点恐怖啊 回去之后 洛哥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亚斯拉奇为什么要让希吉照顾孩子 为什么孩子会在冰面上行走 亚斯拉奇轻描淡写地说 自己当时没注意 孩子们只是好奇而已 说完就想和洛哥小别慎心婚下 可是洛哥没有理睬他 直接走了 大提里的沙姐和小神父他们 讨论着要派更多的人去英格兰 弗洛基表现得非常激进 说为什么要去基督教的国家 给他们干活 说不定去的人都会改信基督教了呢 小神父试图解释 怎么选择人民的自由 弗洛基直接让他闭嘴 他一个基督徒没资格说话 两人搞得非常不愉快 大家都散了 留下的弗洛基总是感觉 妻子亚尔哥有什么事情隐瞒着自己 于是就询问他 这段时间也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事情 是不是和希吉的死有关 亚尔哥就把故事王的事情告诉给了弗洛基 说是这个人来之前 我们三个人都梦见过 亚斯拉奇之所以没有照顾孩子 就是因为这个故事王勾引他 两个人出去啪啪啪了 所以就是他导致希吉溺死的 听了亚尔哥这样描述 弗洛基瞬间就明白了 这个故事王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神 他的到来不单单带来死亡 还会带来生命 所以这个事情一定要让洛哥知道 说到这里弗洛基仿佛有了一个想法 与此同时一则坏消息传到了沙姐这里 他的财产土地和爵位都被篡夺了 而篡夺他伯爵封号的人 就是他的小狼狗 沙姐不敢相信 这个宰种竟然因我 随后沙姐就找到了洛哥 把事情和洛哥说了 希望洛哥可以出手 帮助自己夺回伯爵封号 但是洛哥并不想去帮他 如果我们内部发生战争 就要死更多的平民 再说一个伯爵对于沙姐 真的就那么重要吗 很显然洛哥这里做的就很不地道了 难道你不记得 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 帮助支持你的吗 现在反过来觉得 沙姐的伯爵不那么重要 不是沙姐你能翻盘吗 在敷衍完了沙姐之后 洛哥就开始读问亚斯拉奇 故事王是谁 这里洛哥还不知道自己被律的事情 弗洛基还没有告诉他 洛哥只是听说 小镇里来了一个叫故事王的人 没想到亚斯拉奇倒打一耙 反问洛哥 这就要问问那个 被你抛弃过的孩子伊瓦尔了 他是那么的可怜 从他出生就没有好好睡过觉 都是在痛苦中度过的 当故事王来了之后 他才好受些 都是故事王让他免受痛苦 呃 我发现他们违禁人真是逻辑鬼才 这个竟然让洛哥无言以对 于是洛哥就去找到了先知 想让先知算算命 本以为洛哥上来会让先知 算算故事王是谁 没想到洛哥上来就询问先知 关于巴黎的事情 自己带兵攻打巴黎 能攻打下来吗 先知回答说 自己看到攻下巴黎的 不是生者而是王者 他还看到了一个公主 给熊戴上了皇冠 大家记住这句话 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啊 我的国王 听完了先知的话 洛哥想了很久 最终洛哥还是把进攻巴黎 拧上了日程 他在议会大厅发动了大演讲 鼓舞了士气 今年的夏天 我们将要向着巴黎出发了 还有就是 我们这次去要抢个痛快 大家高兴坏了 这么大的计划 怎么不能洛哥一个势力去吧 毕竟他的实力也有限 于是洛哥就陪着沙姐 返回了沙姐的领地 很快沙姐他们就见到了小狼狗 沙姐让小狼狗把角位交出来 本因为洛哥会支持自己 回来夺权 但是没想到洛哥 早就和小狼狗有了交易 这一幕搞得沙姐有点懵憋 不是啊 洛哥你到底站在哪边呢 现在洛哥给小狼狗一个选择 要么和自己一起去抢劫巴黎 要么就把沙姐留下来 让他和沙姐争夺伯爵的位置 谈判结束后 沙姐和洛哥回到了洛哥的领地 既然他不愿意帮助自己夺回领地 那么自己留在这也没有什么意思 他告别了比尤恩 再次离开了这里 与此同时 洛哥听到了一个让他震惊的事情 弗洛基过来告诉洛哥 他被虑了 那个叫故事王的人 睡了你的老婆 袭吉的死也间接的因为他 而且这个故事王的名字 和奥丁一样 也就是说 神睡了你的老婆 洛哥表示 妈妈皮 故事线转到韦塞克斯这里 青城公主在家里刺修 突然扎破了手 这里我们不再叫他青春公主了 他已经不青春了 我们之后叫他的名字 朱迪斯好了 绿帽皇子很好奇 朱迪斯怎么了 最近几天都是这样混不守舍的 要不要帮他叫个医生来看看 朱迪斯说不用了 医生解决不了自己的问题 这个绿帽皇子就非常纳闷了 有什么问题解决不了的 尸操的 我 我和你夫妻 我和Gyle 什么 我和Gyle 那是不可能 我们没有女人和女人 从我们的孙子出生 你告诉我 那是真的 谁是个孙子 谁是个孙子 我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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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为什么想笑 这时炮子王看到郁闷的皇子 就询问他怎么了 皇子说没什么 于是炮子王就让皇子来听一件事情 维京人封地里的一个英格兰帮富农民过来汇报 说是维京人和周边的地主发生了矛盾 这些维京人又干起了老本行 一言不合就开打 烧杀抢掠了周边的地区 而且这些维京人还说 这只是开始 落高他们要是回来 一定要把我们都杀光 炮子王现在希望绿帽皇子 可以带一批人去解决 维京人和周边地主的矛盾 绿帽皇子接下了这个任务 随后绿帽皇子就带着一大批贵族和骑士 赶到了维京人的居住地 他们对这里无辜的百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杀 这感觉不就和维京人开始的时候 屠杀英格兰人一样吗 杀戮一直进行到了晚上 村子里的维京人悉数被杀 回去之后 绿帽皇子把图村的消息汇报给了炮子王 炮子王勃然大怒 你们这不是在搞事情吗 维京人要是回来了该怎么办 我只是让你们去和他们好好谈谈 你们杀他们干什么 你们这不是在打我的脸吗 这简直是叛国的行为 自己绝对不允许 说完炮子王勃然未必把参与此次屠杀事件的王室贵族 都给抓了起来 并且他还要和自己的儿子绿帽皇子好好谈谈 他是怎么办事的 说完就赶走了大替你其他的人 你做得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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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这个炮子王还真的是一个老奸巨华的家伙 他做的这一切可谓是一石二鸟 既解决了维京人留在自己领地的问题 又处理了那些反对自己的贵族势力 在本集中洛哥众人回到了北欧领地 洛哥从弗洛基那里得知了自己被绿了 而且还是奥迪律的他 这搞得洛哥很迷茫 同时洛哥有了新的计划去截掠巴黎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巴黎和英格兰的经济水平 完全不是在一个等级上呢 当时的巴黎可谓是欧洲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中心 洛哥想掠夺这里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为了联合到北欧其他的势力 洛哥竟然选择背弃沙姐去和小狼狗合作 这让沙姐非常的不爽 于是他再次离开了洛哥 那么在下集中洛哥能够组织起足够的军队去进攻巴黎吗? 炮子王他们屠杀维京人村落的事情会传到洛哥这边吗? 沙姐离开这里之后会去什么地方呢? 那就期待我们下期的维京传奇咯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长工 我们下期见咯 我们下期见咯 结晓 keluar